大家好,很高兴又能和你们见面了 我是Skyhook,Mobile Legends的主策划 到现在6年多了,对 然后我自己也是一个英雄设计师 我第一个设计的英雄是MIA 她也是ML的第一个英雄 到现在大概总共制作了56个英雄 比如周、林、罗杰 我自己平时有时间也非常喜欢打一把ML 然后虽然可能玩得不是特别好 希望大家以后在排位中看到我可以手下留情 身为一个游戏设计师 为玩家提供高品质好玩的游戏内容 当然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 提升画面品质和如何保证游戏的流畅性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如果你的手机没有办法运行 那再好的画面其实也变得没有意义 我经常在每次版本更新后去看大家的留言 除了收获很多玩家的赞美 让我真的觉得很开心 我还看到很多朋友在抱怨新版本 让自己的手机变得不如以前那么流畅了 每次看到这里 我的确感觉到一点失落 因为每个陪伴ML一路走来的玩家 在我们看来都像是相识多年的老朋友 我当然不希望在追求品质的路上跟他们渐行渐远 那做一款所有人都能玩的MOBA 是我们最初也最坚定的愿望 经过了无数的讨论和思考后 去年我们启动了一个计划 通过给每一台设备匹配最合理的资源 让每一位Mobile Legends的玩家 都能够基于自己的手机享受到最好的游戏体验 从而彻底解除手机性能对品质提升的质固 这个想法看起来很酷 对吧 但是实行起来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尤其对于Mobile Legends这个已经上线五年的项目 在这里我要特别特别的感谢我们的工程师和美术团队 在得知我们的想法后坚定的支持我们 即使这个计划会为他们带来成倍的工作量 这个计划的推进意味着同样的一个角色 模型师要按照不同的标准制作多份 同样的代码工程师也要制作多套方案来应对不同的机型 但是我们一致相信这个计划会给Mobile Legends带来更好的未来 给玩家带来更好的游戏体验 确定了方向之后我们立刻开始行动起来 我们从全球各地购置了上千部不同型号的手机 来确认不同的手机的性能差异和承载方式 美术同学们一边研究更好的美术效果 一边和工程师讨论如何在不同的手机上进行落地 这是一项长期的投入巨大的工程 可能在接下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我们的团队都需要一直坚持地做下去 希望我们的努力可以不辜负大家对Mobile Legends的热爱 作为拥有数亿活跃用户的游戏 维护一个健康积极的游戏环境一直是我们的努力方向 比如最近推出的信誉积分系统也是出于这个目的 当然作为一款公平至上的竞技游戏 对于外挂 刷分 带链等行为 我们是绝不顾惜的 一旦发现 立刻处理 这次版本更新呢 我们对街区排行这个系统做出了一系列优化 来遏制恶意刷分的行为 在此呼吁大家和我们一起努力 创建一个更加友好健康的游戏环境 那在最后也祝大家能够享受每一局游戏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